我们试想一下 什么样的人会驱车五十公里 跑到这个地方 来享受一样的 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对于这群人来说 都是那种贼文艺的 你要不给他提供点那种 他觉得能 灵魂上文艺的东西 他就感觉没够格 就那种感觉 然后我 龙哥 杨子 我们仨商量 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图书馆 就是也不是新书了 就是我们每个人先 贡献一两本二手书出来 然后写上你的名字 你为什么把这本书留在这儿 图书馆小团队 有人想加入图书馆吗 我带书了 我带书 我带一箱书 行 我也带书了 那我去图书馆 那我也去 图书馆 那我也想去 好 既然图书馆这个 这么受欢迎 我们现在图书馆的主干 就是我们三姐妹 我 李月琴 杨子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 只需要五个人 所以想要加入我们的 等会来我们房间面试 我们还有两个名额 好吧 还面试 不去了 那个桃花屋这个东西 这个理念 比如刚才雪芹说的 我们咱们就讲的目标受众嘛 比如说 我就找一地儿我逃 我就这几天 桃花屋它在于逃 我就逃离都市 谁也别理我 我就想找一个 没人搭理我的地儿 上去待着来 也行 我觉得年轻人常常压力很大 我们要做一些 可能未来对将来来这儿的人 会有帮助的 好 好 好